買一個房子要花很多錢 那決定了 他就是訂了 你就是要在這邊生活 寧願好好思考清楚 然後下訂 確定好了 再來下手 不然聽到我客戶 在說他的朋友 這樣不好的經驗的時候 也是買很好的白人區 然後結果一住了之後 發現跟他原本的想像不一樣 那這個就真的很可惜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 最主要是跟在高雄的一個客戶 在諮詢布里斯的房產 所以今天一大早下 來跟他碰面 然後來的路上就發現 哇這個一出高雄的高鐵站 然後就馬上又可以接著高雄的捷運 然後很快又可以來到客戶家附近這樣子 在Line的群組裡面就笑著跟大家說 這個布里斯本應該要多選擇高雄一點 這個捷運啊 交通的基建要趕快跟上 不然依照布里斯本 目前的公車或者是Metro 還有跨河鐵路線 這樣子是還不夠的 線路還不夠多 所以應該布里斯本要趕快跟上高雄才對 那趁著客戶還沒有 時間還沒有到 那我就提前幾分鐘 想要趁著我還有思緒的時候 想要錄個視頻跟大家聊聊 這一次我們的一月份澳洲的看法 反應非常的熱烈 那甚至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一下飛機 我早上到台灣 然後馬上下午2點又是客戶的諮詢 那所以陸陸續續客戶的諮詢非常多 很明顯的感受到目前客戶 對澳洲的房產非常的有興趣 不過在這段諮詢的期間 我也有幾個感受比較深刻的 想要趁著我還有思緒的時候 思緒還清晰的時候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個印象最深刻的 說他的朋友買在布里斯本 之前也是因為疫情 所以沒有辦法入進澳洲 那也是透過Agent利用手機視訊 然後讓他看房子 然後也選定了他當初喜歡的區域 然後也買了 結果買了之後現在入住進去 就發現他非常的後悔 那個區域跟他當初的想像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聽到客戶在 說他的朋友有這樣子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難過 首先因為他這個朋友 買的是在白人區 當然很多客戶 還沒有在澳洲生活過 對澳洲的生活一定有很多想像 有的人喜歡住華人區 有的人就是不喜歡華人區 那畢竟你還沒有真正在澳洲生活過 所以你也不確定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澳洲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像的這樣 那你都是要住過來體驗過你才會知道 我們諮詢的客戶 每個人對澳洲的生活都有他自己各自的想像 有的人已經有選定好學區 那就依照學區附近去開展 有的人是已經 主定了他就是 他的生活必須跟在台灣不能相差太多 所以他也是會找有上場的地方 甚至也是找有華人區的地方 那有些客戶就不一樣 有些客戶就是他就是不要華人區 他就是要白人區 我就想到 其實我在從業澳洲房產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我很能體會這些客戶們他的心情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每個人都要做功課 那我寧願多看 多聽 多比較 不管你是從Google 或者是你從你的在澳洲生活過的朋友們 去問他們的意見 那我相信 我覺得有朋友問是最好 因為 一是朋友就住在那邊 二是朋友認識你 就是因為朋友之間互相認識 所以他能夠理解你大概是什麼樣的個性 那你來澳洲 你大概可以適應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如果有朋友問的話 問一下朋友的意見 大部分朋友的意見 應該八九不離十 除非你自己已經有特別的喜好 就是我一定要這個學校附近 或者是我一定要在這個區周邊 那這個就無可厚非 就另當別論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有親朋好友在澳洲 然後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然後他們給你的建議 應該會比較中肯一些 那如果沒有 你就可能靠Google 或者是詢問你的移民仲介 或者是留學仲介 或者是房產仲介 多看多聽多問多比較 我寧願這個功課做得慢 但是要做得對 然後吸收各方意見 因為每個人會給你的意見 肯定不一樣 那你自己要去消化比較一下 這樣子比較容易找到適合你的房產 不然以我們房地產這個 不然從我們房地產的觀點來說 買一個房子要花很多錢 那決定了他就是訂了 你就是要在這邊生活 寧願好好思考清楚 然後下訂 確定好了再來下手 不然聽到我客戶在說他的朋友 這樣不好的經驗的時候 也是買很好的白人區 然後結果一住了之後發現 跟他原本的想像不一樣 那這個就真的很可惜 因為好不好這個東西 其實很主觀 所以我也鼓勵我們 跟澳洲相關的從業人員 比如說移民仲介 或者是留學顧問 或者是房地產從業人員 我都希望我們 畢竟我們比客戶更了解澳洲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盡量讓客戶 理解他們申請的是什麼學校 然後他們的移民簽證 適不適合他們 容不容易過 然後房地產從業人員 至於他們推薦給客戶 他們離不理解 他們購買的是什麼樣的產品 讓他們快速進入澳洲 跟海外的生活不要相距太遠 都是在他們的想像範圍之內的話 基本上錯不會差到太離不去 這樣子我們這些海外客戶們 或者是當地的投資買家們 他們更理解他們購買的產品 是什麼東西 這個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我聽到這種客戶說 本來喜歡這個區域 然後結果完全買了之後完全後悔 是180度的 那我聽了其實是非常的難過 另外一個就是 從很多的這些客戶的諮詢 我都可以感受到他們徬徨的心情 緊張興奮徬徬 那種焦慮這種程度或多或少都有 大跟小的差別而已 那我的建議是就是多方詢問 然後我們有耐心 然後慢慢的去尋找 然後越來越 對於未來想要購置的房產的藍圖 越來越清晰 我相信所有的從業人員都是希望 客戶在買了之後 有一個對澳洲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畢竟澳洲本身在房地產方面 就是非常保障消費者 然後也很尊重消費者 交易也是相對世界數一數的安全 我們都希望客戶在購買澳洲的房產 都能夠有一個好的預期 好的回報 甚至好的居住環境 想像中的居住環境 跟你在海外的生活不會漏差太大 所以這是這次從澳洲回來之後 然後面對這麼多 不管是線上諮詢 或者是線下碰面的買家們 跟他們聊過之後的一個感想 那有感而發 然後趁這個機會 趁我還有記憶還清晰的時候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是Jerry 如果你對澳洲房產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在能力範圍之內 盡量回覆每個信息 解答大家的疑問在我能力範圍內 即便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我也會找出相對應的來解答你的疑問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 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